资深音乐人李昆成在今年4月病逝 儿子李卓轩和李昆成小40岁的妻子林静恩却因遗产问题闹上版面 李卓轩控林静恩一拿到李家老宅就立刻转卖 转住在台中七奇知名的高级饭店内 李卓轩说爸爸的房子在生前就被林静恩转到名下 也说他这个招式太狠了 他是生前夫妻赠予转走的 如果是放着等我爸走 就是一元一半 但他要全拿 外界粗估林静恩若照市场价格卖出 每平时价登陆约23.3万 应该可以拿到至少1500万到1800万元 至于林静恩入住台中高级饭店要花多少钱 李卓轩指出林静恩入住的台中零酒店 根据台湾月租饭店定房平台介绍 由于月租饭店多有饭店提供 也因为租期较长 价格也会比一般订房还要划算许多 通常双人房月租价格大约落在3万到6万之间 可能会因为房间大小与饭店设备而有所不同 通常住月酒折扣也越多 不过随着李卓轩爆料 等同曝光一向低调林静恩的行踪 据了解林静恩已于10日从酒店退房 去向不明至于住了多久 酒店方应涉及房客隐私并未透露 资深音乐人李昆成4月9日深夜病重理事 没想到事后却掀起真产风波 不过对于李昆成的儿子李卓轩而言 重要的并不是钱货财产 他表示想要拿回的是爸爸收藏的黑胶和艺术品 就算有人想要用现金来收藏 他也会全数捐出一毛不拿 并公开捐款证明 他表示已放弃争夺从小和爸爸 以及家人们一起长大的房子 李卓轩接受三立新闻网 访问也认为 因为弟弟爸爸叔叔和姑姑 全部都在这间房子生活 他只有最后10年才在这间房子 就要拿走全部 我觉得蛮不公平的 不过目前也对林静恩提告伪造文书 认为爸爸生前所说的一些事情 不应该都是由他来转述 我们就是进入法律程序 就是不想隔空讲话 透过律师处理 他还透露自己早就买了两间预售屋给爸爸 不过还没来得及盖完 爸爸就已经走到人生镜头 李卓轩也曾经跟爸爸说好可惜 但李昆成则透露自己比较希望的是 看到儿子和媳妇可以成功怀孕 让他能够抱孙子 针对网友质疑为什么李昆成气切之后才被通知 李卓轩其实并非如网友所猜测 与爸爸关系不好 一直都没有联络 而其实李卓轩除了一间扛起家中经济之外 就连医药费也是他全数缴轻 粗估约50万的费用 至于李昆成人生最后一里路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李卓轩只要有时间就会去陪伴 但因为工作因素 没有办法日日夜夜陪在旁边 他表示 我去的时候爸爸也是要我事业加油 专心在事业上 其他部分有姑姑跟林静恩两个 李卓轩今日晒出爸爸生前躺在病榻上 一人好友逐约信 来病床旁陪伴 李卓轩则是透露 我们没有举办告别式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帮爸爸办了一场生前告别式 当时李昆成进入迷流的状态 主治医生说胜不到一个月 不过人能简单回应的状态下 李卓轩就开始陆陆续续邀请李昆成的好友 来跟他见上最后一面并好好道别 李卓轩也说 就是不希望长辈快过世了才来 所以才没有办告别式 有种感觉是生前告别 就是我爸的证明明还在我这里 他要先去申请一个新的 他会要办下面这些事情 而且他申请的过程都是 忙照我爸的申明 因为我爸说一定没办法省事的 我没有一定要抢他这一间房子 他如果好好表现的话 那房子就会给他 他开始工作 他开始缴房贷 那没有差 因为我自己也有房子啊 林静恩逼婚多产 险衰烂神主牌 李昆成儿子好好表现 房子可以给他 就是 一路好走 知名作词人李昆成 4月8号因大肠癌病逝 享受66岁 儿子李卓轩当时发出长文 头楼父亲曾说 很抱歉 什么遗产都没有留给我 李卓轩回应 什么是遗产 我已经都有了 你已经给我够多了 如今呢 却恐告继母林静恩 伪造文书争产霸污 机关算尽贪得无厌 怎么会突然就是爆出来 没有突然爆出来 我爸就想讲啊 我是要等我爸走啊 什么事情都做完之后 我想要讲 因为我想要 我爸在世的时候 表运烦恼是些 想要让我爸好好走 虽然林静恩表示 在李昆成住院治疗 7个月内 寸步步里照料 但李卓轩怒哄 我爸的后续 都是我处理的 林小姐在医院结婚 局是为了伪造 双前夫妻赠欲抢房产 而且结婚证书 我爸根本没有写好给林小姐 林小姐自己写好几分预备 拉我爸的手用盖指纹的 那你有打算就是提告 就是侵占 或者是伪造文书这一串 对 侵占伪造文书 使公务人员侦载不息 也是要被告的 因为这是那个 刑法 然后供述罪 就是我爸成分证明明 还在我这里 还先去申请一个新的 他会要办下面这些事情 而且他申请的过程 都是常召我爸的声明 因为我爸主要就是我爸舍指的 李卓轩控诉林金恩伪造文书后 把我爸银行户头里的救命钱 林光 车子卖光 把占着老家 遗产税不处理 房贷也不缴 整天在老家喝酒打电动 破坏东西 甩东西 我若没有进去 把神主牌抢救移出来 也是会被林小姐摔烂 所患了不让家人进去 这也叫真爱吗 不过我爸也不是等闲之辈 这间房子早已贷款过四笔 负债满满 林小姐没有工作能力 也只能等法牌而已 只能说是弱智大鱼 实在是有过北欺 现在的负债情况 大概是多少 确切数字我不知道 反正我爸就是 一直带一直带 他们自己有没有 他有那个贷款在过活的 你现在要等法牌 所以你是决定 打算走法律这一块吗 没有啊 这个他的贷款 他没有能力缴啊 他一个月要缴四万七的房贷 他没有能力缴 一个月缴四万七啊 不是我的名字 怎么会 怎么可能去缴 那就是法牌而已啊 他把我的东西清出来 他说这不是你家 我有留电话 给我那个大楼的管理人 然后他在里面摔东西 然后造成住屋的困扰 然后管理人控制我的 然后管理人也有报警 除了摔东西之外 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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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洋酒 酒飞到喝光光 我就看他表现啊 结果他就表现就是这样 他如果好好表现的话 那房子可以给他 他开始工作 他开始缴房贷 那没有差 因为我自己也有房子啊 我没有一定要抢他这间房子啊 他如果是可以好好的 拔房贷 把我爸的那些黑胶 就是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那我 没关系啊 我可以给他没关系啊 可是他 他就是不足利嘛 我爸全部那些黑胶的朋友 就很担心台湾的文化集团 被他破坏掉 或者是被罚开 被当垃圾刑掉 总是会有点遗憾嘛 嗯 陈注尋 就会有点空 那我心理给谁 出发地 就像灰ей 这样一眼 不足有多还能说 第一眼 过去 他就赶 Alexis 那奇怪 说 尼 Thursday 在陌路上 所以我媽媽出教我 我媽媽在當前的時候 我放在那裡什麼 我放了多天 我今天到了 到了之後 到了之後 年度睡覺 會出事 到的結局會 上三個兩三個 攏上一天 阿富會 前天來到這個土地 天地在旁邊的海馬街 家庭街表愛的人客 隆重一世人人的 小夜睡天是幾天 大夜睡覺去做美女 睡天是福尚的我家老闆 睡天是順暈的好先生 睡天的發睡覺 會出事就愛結束我 兒子 新生日後 接著我 意見 隔天 會發飲